法国总统马克宏中妻子布利基右巴黎市长安西达戈13日释放彩色气球纪念巴黎恐攻二周年法新社分享 法国人13日于巴黎释放彩色气球纪念巴黎恐攻发生二周年试次恐攻造成130人死亡为法国史上最惨重恐攻 总统马克宏在2015年11月13日枪手和自杀炸弹客发动恐攻的六个地点放置花圈恐怖分子当天以国家体育场、小酒馆、餐厅和巴塔巴塔克兰剧院为攻击目标 攻击发生时正在巴塔克兰剧院舞台上表演的加州乐团死亡金属之音的两名成员 13日在90人遭屠杀的地点附近举行一项惊喜迷你音乐会 马克宏与第一夫人布利基和受难者的亲人会合一起释放数十枚彩色气球 向死难者致敬 巴塔克兰剧院的一名幸存者说 我未再进去过剧院 但来到这里是件重要的事 对所有的受害人而言 对所有的受害人而言 对所有的受害人而言